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如一人恶恶 恩来请讲 本党认为 灾祸已经著称 指责谩骂 无济于事 而且大敌当前 不能因为这件事情 而耽误了大局 给敌人以可乘之计 我们认为 现在的当务之计 是采取有利措施善后 使人心尽快地安定下来 鬼党 能把 意思表达得更具体一点吗 好 我拟了三条 第一 拨款救济灾民 使灾民无饥饿之余 有窝盆可以避身 第二 以功戴阵 招募民工 清理废墟 大建窝盆 第三 查明真相 并公之于众 严臣招使者 老程谋证啊 本来 你这才是 忠心为国 如果我党同志 都能像你这样 为我分忧 何愁他日寇不灭呢 共同抗战 共度使监 本是贵我两党的宗旨了 好 好啊 本来 在这个时候 贵党能如此 开明达理 真的令我感动 请你 替我向 润知先生问候 并向他转达 统一战线 是 你我两党 达成的共识 中正 一定 会践行的 国院长 我一定转达到 再见 卫座 有何吩咐 立即准备飞机 我要去长沙 这个时候去长沙 恐怕 现在就飞 是 未经许五 我 忍一下 先消毒 黄主任 延安来电 延安来电 指示我们通讯处 不要因为国民党的失误 所酿成的大祸 便坐在西台底下看戏 我们要从大局出发 要积极主动地配合好当局 做好目前的善后工作 这样 我到省政府去见张主席 你组织一些同志 到街道上去振载 明白了 主任 尤雅 衬织一些 导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西大伙的真相已经厘清 明天各大报纸披露全部真相 坟城的命令是我下的 不需要为我闻过是非 魏总 可你张志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至少用人失察 防范疏忽 是 我有责任 那三个肇事者 你打算如何处置呢 魏总 直下 正要请示魏总呢 你自己看着办吧 魏总 风帝和文仲福都是黄浦生 大敌当前这是需要用人之计 我建议杀一人 已经效尤平民愤 留二人 之阵前效命 由于大敌当前的紧张而酿成的惨剧 最终在枪毙肇事祸首 风替 徐坤和文仲福的三声枪响后 归于平静 将军处准备到战争 和日本 报告 文败 这两天 辛苦了吧 魏总 长沙的灾民都得到了安置 清理干净的废墟上 已经打起了窝帮 先不说这些 坐下 请 知道你要来啊 特意给你泡了一杯 你们湖南的明茶 香木海 我是没这个口福啊 你拿去喝吧 新委员长 知道 我最近最头疼的是什么 日寇的凶狂 国际社会有力的援助 迟迟没有到来 斯大林 有明确的拒绝对日作战 这都是什么原因 那就是因为 他们对我中华民国 能战胜日寇 还缺乏信心 所以我们 得打一场胜仗 让全世界都知道 我中华民国 是不会那么如意亡国的 卫座说 中国需要一场胜仗 那么 长沙就是这场胜仗的 最好战场 请卫座放心 我一定身先士卒 与长沙共存亡 文贝 你对温西大伙的善后 处理得很好 我很欣慰 可我昨晚还是考虑了一晚上 觉得你应该动动屁股了 动动屁股 什么意思 文贝 你是一员虎将 松河会战的前敌总指挥 原本 由你坐镇长沙 我很放心 可是这场大火 你伤了湖南民众的心 湖南 已是抗敌前线 最关键的 是要军民一心 上下同意 所以今天 我让你来是想提前告诉你 我要换将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 薛伯林将军为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 兼湖南省主席 步行进城 是 全地下转 步行进城 汉堡 走 走 我非可不飞 立定 睡了走 走吧 左转安 提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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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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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笑什么 没有亲自去接你 不会怪罪我吧 看看 一向唯我独尊的薛大将军 今天变成千千君子了 难得啊 什么唯我独尊啊 整个军界都知道我居内 家里是富人当道 人都知道 去老家没几天就帮你借回长沙 不会有怨言吧 有怨言又怎么样 我敢违抗你的军令吗 什么军令啊 儿子睡着了 下来吧 我把儿子留在老家了 我不是让你们母子同来吗 你怎么擅自做主 把她留在老家呢 看看 露馅了不是 刚才还说呢 咱们家是夫人当道 转眼间就指责夫人擅自做主了 关我电报里没说清楚 我让你们母子同来是 是什么 是别有用心吧 什么别有用心呢 好了 你别管了 何副官 到 开车去我老家 把薛少明借来 三天之内 是 等一等 等一等 怎么了吗 薄林 我刚到这儿 我真的是不想跟你吵架 但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有点过分吗 我怎么过分了 那我实话实说 把儿子留下的不是我 是老爷子 老爷子喜欢孙子 但他是个同情达理的人 关键是你这个当母亲的 他不会强求你把孩子留下吧 是 最后是我同意儿子留在老家的 可是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你不就是为了孩子的安全吗 我希望我的儿子安全有错吗 没说你有错 但你是军人的家属 大战在即 要顾全大去 我顾全大决 所以我来了 不是叫你跟儿子一起来吗 你说你这个人 怎么那么不讲道理呢 你是占据司令长官的太太 司令长官想率领三军 打胜仗 希望得到他家人的支持 我本来是 我本来是怕你分心 就没敢告诉你 但既然你今天态度这么坚决 我也只好实话实说 怎么了 你说 老爷子已经握病好几个月了 现在情况越来越严重 我怕外医 老爷子病了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 柏林 作为儿子 你为了报效祖国而失效于自己的父亲 这无可指责 可是作为儿媳 我把我们儿子留在老太爷身边 真的有错吗 没错 这种情况 你一点错都没有 我是想 这长沙战事一开 你肯定是指望不上了 这万一老爷子有个三长两短 老爷子病重 他儿子因为忙于战事 不能守在床前 他儿子的儿子 替他守在床前 完全应该 那我刚才 错改你了 你是一家支长 秦兄开口些 别跟我计较 谁跟你计较过 立东 去拿下车 到 到 请坐 宣长官 五十七师师长龚卫军还没到会 还有人没到 今天我有足够的耐心等 明天就不行了 作为军人 战时的开会通知 就等于是军令 你迟到一分钟 很可能就会一物战机 丧失主动权 你要是迟到十分钟 那就意味着 你所带的部队 被敌人包了饺子 全军覆没 这怎么可以呢 对表 你去那边 是 公使长 给我们走一趟 什么事 我在执行公务 执行公务 那我要问公使长 是奉了谁的命令 执行什么公务 保密 保密 恐怕是你善离职守吧 带走 慢着 你一个少校 敢居服我堂堂少将 带走 是 我到军事法庭控告你 各位长官好 我有几句话要说 不当之处 请各位指争 对付日寇的陆军 我们可以用血肉之虚去拼 用大刀片把他们砍趴下 可是 要对付日寇的海军 空军 我们怕是想拼都没得拼 所以卑职认为 南越会议这次弃守长沙 是有其道理的 因为日寇的海军 可以顺着湘江 直取长沙 你这也叫理由吗 放弃长沙 就是向日本人示弱 再做的可都是有揽子的人 能这么一枪不开 就把长沙城让给小鬼子吗 我们的战略是 以空间换时间 保存实力是当务之急 因此我认为 应该审时度势 避敌锋芒 伟座已经明明白白地说了 长沙是无论如何都保不住了 既然这样 我们还在这里讨论个啥子吗 还不如早点撤离长沙 免得拿鸡蛋去碰人家石头 杨局长 你这话说的也太丧失智气了吧 即便是放弃长沙 那也是战术上的撤退 而绝不是逃跑 是逃是撤 还不都是一个样子 我们不是刚刚从武汉 逃到湖南吗 你只是张日本人的志气 灭自己的威风 纯属放屁 我灭自己的威风 我们还有威风吗 这场大火是怎么烧起来的 还不是被日本鬼子吓的吗 你再敢在这儿放屁 老子一向我蹦死你 徐长官都让我们说真话 你有啥资格 不让我说话 老子正是不像他一家的屁话 谁在说屁话 听明白了吧 老子就这么说 说废话 怎么着 都别说了 都别说了 行了 快坐下 称何体统 称何体统 宣传官 宫卫军被抓到了 大家跟我来 立正 报告薛长官 只怪我一时糊涂 起来说话 听说你不肯去军阀处 一定要见我一面 薛长官 你我是同乡 我还受过薛老太爷的恩惠 大敌当前 大战在即 你身为少将师长 却脱掉军装 擅自外逃 你是我军中 第一可耻的逃兵啊 军令中 对逃兵的惩治条例 你不会不知道吧 薛长官 看在同乡的粉上 你再给我一次 立功赎罪的机会 你就是我的同胞亲兄弟 我也不能饶了一个逃兵啊 这次我要是放你生路 那我如何坐镇长沙 与日寇决以死战 薛长官 你不能这样太无情了 饶了我 让我死在战场上 参部长 给他一把枪 现在我站在你的面前 你手里有一把上了子弹的枪 你要么朝我开一枪 打死了我 也许你还能逃出去 要不就冲自己的脑袋开一枪 你觉我第九战区 二十四万将士中 再出现第二个 像你这样的逃兵 放开他 放开 薛长官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 各位同仁 我给你们丢脸了 我是个闹主 带走 今后 有在延弃战 动摇军心者 无论他的官显有多高 以此为例 我宣布 所有的军政机关 还没有撤离长沙的 一律不再撤 有关湖南 军政事务的机关 已经撤离长沙的 限期返回 第三 从军家属 一律不得送往后方 为令者 军阀从事 至此大敌当前之际 所有将领 要以自己的身体力行 告诉士兵弟兄 我们要与长沙 共存亡 明白了吗 明白 定兄们 加把劲啊 给我砸现实点 平时多流碳 战士少流血 军队 報告 雪岳和北京防衛船展開 紹介席 雪岳和南省から調査へ送ると 我が軍との徹底交戦を構えておるな すぐに紹介席の動きを台本へ知らせ 指示を仰げ 諸軍殿 我々もたちに調査審議を向け 作戦計画を立てるべきでは いや 南省攻略の作戦を取り組め 雪岳和北京が足場を確保する前に 調査を落としましょう 調査攻略のうり 南省を抑えねば重慶軍から挟み撃ちになるかもしれ ああ はい わかりました 疼ま 主任 小礼 有事嗎 我来向您匯報 我聽說新战局司令雪岳将軍 一上任就處置了一名逃兵少将 這件事估計在國軍中有很大的震懾作用 我知道以後特想去采訪一下這位雪将軍 你想要採訪 你想要採訪 現在不妥吧 這什麼不妥呀 我原來還採訪過战局司令長官陳成將軍呢 陳成是陳成 這個雪岳可不是陳成啊 彭主任 您之前跟雪將軍打過交道 我們之間可不僅僅像你所說只是打過交道 可以說是打過生死大仗 報告 進來 雪長官 八路軍駐鄉通訊處主任彭主華就見 暴露軍 不見 雪長官 不想見見我這個老朋友嗎 我糾正你一下啊 不是老朋友 是老對手 而且是手下敗將 雪將軍 這話說的不對啊 古人講 不打不相識嘛 你我雖然以前是敵手 那都是過去的事了 現在我們只有一個敵人 那就是日本侵略者 難道我現在交你一生老朋友 不應該嗎 可以可以 坐 請坐 還有啊 薛將軍說我是你的手下敗將 這可有失公元啊 不承認 那倒不是 當年 薛長官 率領莊衛精良的幾十萬大軍 我們區區兩萬人 利用游擊戰術 四度赤水 也把薛將軍折騰得夠嗆吧 好了 大敵當前 我沒心情虛舊 既然吳參謀長把你領來了 有什麼事情你說吧 八路軍駐鄉通訊處主任彭忠華 向薛將軍報告 請坐 八路軍駐鄉通訊處 這是個什麼級別 這說不清楚 你說你 連個軍銜都沒有 就直接向我報到來了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對你訓事 看樣子是我的前任張志忠主席 沒有立好規矩啊 什麼事 薛長官 我今天來是有一事要禁言 禁言 這有點悅疾吧 薛長官 你就讓彭主任說嘛 說 那我就直言不為了 薛長官 要想保住長煞 我覺得首先要破解日寇的 快 硬 銳 藏 所謂的快 就是指日軍的機械化部隊 接著說 我們要充分地利用我們的地形 號召民眾 離路為田 從新牆河 到撈刀河 中間的幾百公里路 要把它變成泥地 讓日軍的機械化部隊 不但動不了 而且還要成為累墜 這樣就破解了他們這個所謂的快 這個第二就是一 等等 貴黨是不是就知道 發動民眾 把老百姓推向戰場啊 仗都讓老百姓去打 那還要我們這些軍人幹什麼 薛長官 您不能忽視老百姓的力量 沒有了老百姓 好了 我也直言不諱 對於所謂的國共第二次合作 我本人是持保留態度的 沒有共產黨 我們就看不了日了 就不能打敗日寇 你來得正好 作為我是湖南省政府主席 我有一條政令 要向你宣布 就是 希望你們駐鄉通訊處 盡早地撤離長沙 薛長官 如果不撤也行 但有一條 要停止一切黨派的活動 再次撤離長沙 再次撤離長沙 每一條 有些人 會不會 小官 掌心 方先决 到 这个攻势是哪个团修的 三五八团 好 叫他们团长来 是 袁少五 袁少五 到 快过来 方长官 第八军役实施 三五八团团长袁少五 请站好训话 我不是来训话的 但我要表扬你 攻势修得不错 多谢掌握夸角 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你看 空到攻势的入口 不能太大 最好只能容一个人进出 而且攻势的入口 最好能跟一个走廊连在一起 走廊里头 每个两米 就挂一个沾了水的后帘子 这样可以有效地吸收和阻止 爆炸冲击波 以免爆炸冲击波 从入口处杀伤我们的士兵 我们立即改进 去吧 是 参部长 来 重新向河到蜜罗江 这样的螃蟹 咱们有多少刀 八刀 八刀 不行 我们的战术是 逐节设防 消耗敌人 八刀远远不够 我们至少 要设十五道这样的防线 是 我马上拨置下去 这就是我们的乙型战壕 这种战壕 我在万家里战役中 屡事不少 大家都听说过 法国的马切诺防线吗 咱们这个可以称作是 东方的马切诺 市长官 我觉得叫 柏林防线更好 说得好 柏林防线 好 横管八百里 纵身十五道 这就是咱们的 柏林防线 平均 我々公軍は武漢を占領し 昌海石政権は重慶に退きました 中国の歴史から見て この政権は既に小さな地方の政権に追いやられました 我々は南京のみに中央政府を置いてあり 中国を制圧したとみていいでしょう 陛下 調査占領の意思は揺るぎないものであります 調査を焼酎に収めれば 西への進撃の道も開き 重慶政府の息の根を止めたも同然です